Hello 大家好 我是凯伟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和大家来分享一下 如何制作绿色便携版的谷歌浏览器 可能有的会说 直接安装不好吗 干嘛要搞绿色网 其实制作便携版的好处有很多 方便我们拷贝到U盘 或者重装系统后 无锡再次进行安装 可以直接打开使用 同时还保存着原来的数据和插件 非常的方便 那网上那么多绿色版浏览器 为何不直接下载呢 还得自己动手制作 因为制作方法非常简单 完全没有必要使用别人制作的 这样不仅能把数据和插件 一起打包进行机 还能保证使用的安全性 接下来我就来教大家 如何进行制作绿色版的谷歌浏览器 首先我们要打开使用技能的博客 然后在这里我们要下载一款开研软件 点击这里进行下载 打开以后我们找到这里 点击打开 我们点击下载64位的 如果你的操作系统是32位的 那就下载这一个 点击下载 好打开 把它解释出来 然后打开文件夹 好点击这个程序 打开制作工具以后 首先我们要来确定谷歌浏览器程序文件的来源 这里提供了从谷歌官方进行下载 也可以从电脑系统中进行提起 还可以从离线安装包中进行提起 如果选择的是从官方进行下载的话 你还可以选择它不同的分支榜本进行下载 也还可以指定只下载32位的浏览器 同时支持浏览器的更新 由于我的电脑上安装了谷歌浏览器 所以我这里给大家演示从系统中进行提起 要显重它 它就会把浏览器的相关文件进行打包 此时我们打开制作工具的目录 就会发现多出三个文件 由于我们的数据是从本地电脑上进行提起的 那么我们之前有使用过谷歌浏览器 有一些数据需要进行打包 那么我们就要显重从系统中提起用户的数据 可以把我们之前保存的一些数据 比如说书签 浏览记录 用户密码 这些都可以打包进去 如果你选择的是从官方进行下载的 那么它是一个全新的浏览器 没有用户数据 那么你就无需显重这一项 用户数据文件夹 这里你也可以对它进行指定 但最好还是放在制作工具的目录下 显示以言这边 我们直接选择默认的即可 然后在高级这里面 我们可以对它进行设置缓存 同样的我们还是选择制作工具的目录 选中它 这里可以根据大家的气球自行设置 这里我选择500兆吧 启动仓数 普通用户基本上用不着 所以这里我们可以不对它进行设置 下载线程可以根据自己的气球进行设置 其实默认的就好了 如果有代理服务器的话 你也可以进行设置代理服务器和代理端口 然后就是更多这里 这里我建议大家也使用默认的吧 如果你有特殊需求的话 那么你可以自行设置 全部设置好以后 我们选择应用 接下来它就会开始进行打包制作 这过程是非常的快 接下来我们把这个关闭掉 然后我们回到制作工具目录 再次打开这个制作工具 此时我们就会发现 制作工具已经变成了浏览器了 制作好的谷歌浏览器 那么我们要怎么使用呢 其实非常简单 我们只是要把这个文件夹 给它复制到任何一个旁里面 这里我就把它放在桌面吧 拷贝完以后 我们可以对这个文件夹目录进行修改 比如说谷歌浏览器 然后打开这个文件夹 找到这个组成器 双击它 这样我们就可以完全使用谷歌浏览器了 同时我们可以把这个组成器 通过快捷键的方式 放到桌面上 发送到桌面快捷键 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通过快捷键进行访问 是不是非常的方便 那么今天制作便携版的教程 就到此结束了 如果我的视频对你有所帮助 请记得点赞关注 给个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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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